嗨 大家好 如果你登陆Kodoba吉他的官方网站 也就是KodobaGuitar.com 你可以看到这支漂亮的琴 实际上就是在他的首页上 Kodoba对这支琴的形容是叫做Fusion风格 Fusion本身的意思就叫融合 那这个系列实际上叫Stage Stage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舞台 很想这个琴的推出 它就是为了演出更加方便一些 那么如果第一眼看这个琴 你会觉得它和传统的什么吉他都不一样 你看它非常薄 你说它电吉他吧 不是 你说它是传统的电箱吉他 它也不是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重点就是这支Stag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大概来讲说一下它配置 首先这个琴呢 它非常的薄 它的厚度呢 只有四厘米左右 这种厚度呢 要比我们常见的 有些电键挡 比如说Less Paul 还要再薄一点 相对会比较轻一些 那么这个琴的贴面呢 首先这种非常漂亮的花纹呢 这个呢 一般叫做峰墓 Maple 这个呢 是做了琥珀色的这个上色 当然它也有红色 蓝色 以及各种等等 那它的这个top 也就是它的面板呢 实际上是采用的 西地卡的云山 只是在云山的单板的外面 贴了一层很薄的 这个漂亮的峰墓 那有人要问 这个琴它是不是全单呢 如果看这个琴的 官方的参数呢 它只是说 它的这个背面和侧面 是叫做Mahoggen 它没有说Solid 那我就在想 这个到底是不是石木呢 但是有时候想想吧 这么薄的箱体 你去讨论它的背侧板 是不是石木 实际上也没任何意义 因为它做得非常的厚 你别说 我还真打开 瞧了瞧 那打开以后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背面的厚度 和侧面的厚度 是非常厚的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我也没观察出来 我也不敢说 但是肯定是桃花心 它也没分多少层 其实也没多少亿 人家加了多厚的桃花心啊 那这个琴 你看它的这个面板 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几个音孔 这个小的音孔 实际上挺有意思的 如果你觉得 它是个装饰性意义吧 实际上它还有作用 你听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 来弹一段原声 如果把这个音孔遮掉 实际上在你听来的感觉 自己还是非常的显著的 所以这个琴 你说它是静音吉他吧 它比静音吉他声音要大 因为它实际上还是有这个功名腔体的 那你说它是个原声吉他吧 它肯定不是 一旦把这个音孔遮上 因为本身它的音量会比较小 尤其是低频的厚度也不够 但是我们平常如果把它当做一个 小音量的原声乐器弹 那也是可以的 刚才我们介绍它这个背侧板 你可以看到啊 这种叫桃花心目 还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呢是个电池舱 把它打开以后呢 这里是个九伏的放电池 那这个呢 通常就是我们演出需要供电来使用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它的电子元件 它的纸板和它的琴码呢 这个木头呢 实际上看着就非常像玫瑰姆 但是官方的注视叫Paul Farrell 实际上这个是把它翻译成叫南美玫瑰姆 或者是叫做桑托斯玫瑰姆 也都是可以的 上下弦枕藏的是骨质 上弦枕的宽度呢是48毫米 那古典式的琴头 上面也有库托巴的logo 卷弦器呢 采用的是14比1齿轮比的卷弦器 那整个琴呢 它的琴体部分 琴井呢都是采用的高亮光 那下面我们重点呢 就要讲它的神器系统了 那这个神器系统呢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它有三个旋钮来进行控制 那这个三个旋钮呢 它实际上分别是第一个是音量 第二个是EQ 第三个是叫做融合 这个融合呢 实际上就是你开麦克风或者是压条 首先第一个是音量 这是原声 我把它打开 录到声卡里面 可以听一下 那第二个呢是EQ 这个EQ呢 它非常的有意思 如果你转到这个底的时候呢 这时候它低频会比较少 如果你打到头呢 它的这个低频会明显更多 我呢通常喜欢放到中间 还有最后一个 这最后一个呢 如果你把它关掉以后 实际上这个呢 是琴的 弦准的下方有个压条 叫Settle 这个下面 这时候你敲琴码是有声音的 敲这儿 是录不到电脑里面去的 那么如果把它打开以后 你再听 这时候别人也说 哎能不能打吧 能 通常我喜欢开小一点 因为如果麦克风开多了以后 它的声音会比较尖锐 这取决于你希望它是温柔的 尼龙弦的声音我们听一下 比如把它全关掉以后 它是这样一个声音 当你打开以后 它的高频和空气感的会更多一点 看自己对音色的这个喜欢程度 音箱呢 就使用了一个比较便宜的 罗兰的AC33音箱 我接到它这个上面 把它的均衡都调在中间 然后在它的后面 有一个line out 直接接到我的这个电脑 那刚才呢 我们是听到的是很干净的原声 如果我在AC33上面 打开一点混响 你再听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感谢观看